中秋節正日 亦是內地十一黃金周長假期的開始 香園維口岸又出現這個情況 早上九點至少有十團同時到佈 團費好像聽說高了不少 跟團過來一個成人的話是大概兩千 我們要走一下星光大道 然後去一下太平山點 然後具體的話我也沒有特意去看一下這個流程 流程看一下好一點 不過內地旅客越來越精明 想自己行程自己話事 就當然是選自由行 最想去迪士尼 就是可以留在香港今天 可以留在大概三天以內吧 這麼多時間香港現在有夜繽紛 夜繽在哪兒 夜繽在哪兒 就是在街上 就是在西娃那邊 觀看公用 請問你知道嗎 如果我有時間就去 因為我們就是在真正的 然後這不是沒事了嗎 今天放假 然後就過來轉一轉 看一看這樣子 會在香港留幾天嗎 當天去當天回 知道就是最近香港沒有夜市嗎 知道 會去嗎 到時候看不一定 因為我們是比較隨意的 就是如果有時間就可以去看一下 這樣子 但是你說晚上吃飯呢 肯定就是看走到哪兒吃到哪兒 星期五還是黃金周的第一天 但香港野經濟是靠你們的